你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你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今天其實從我從選手順次發達到 我在比賽熱身的時候 其實我就已經感覺到我今天其實狀況比 應該說是今年狀況最好的一次 就是在熱身的時候其實就感覺到應該會有不錯的熱身體力 然後在挑226一次過的時候其實 也沒有多想很多 因為其實就是把在做220的時候節奏再加快一點點 就是挑運在226這個高度上 然後到229的高度其實 我是有點太心急 然後教練教我也不要這麼的急 所以我後面的節奏有點亂掉 其實我覺得教練不滿意 是因為今天狀況其實還蠻不錯的 可是我才沒有把他把握好 就是在挑229這個高度的時候 其實教練也會覺得我應該是 就是應該會蠻輕鬆的過 但是 其實第一次失敗的時候 就是如果去跟教練同仁 然後其實教練其實說其實就平常先跳 然後因為一次跳226其實心體會比較害一點 就是沒辦法 像在跳之前的高度的時候真的正經 所以就是導致也是有點亂掉的啊 從2016年其實那一年其實的狀況其實沒有到我很好 然後就是自己也不曉得為什麼 可能就是那段時間可能就是因為剛跳229 拿到229的時候其實自己的在態度上可能就是比較驕傲了一點 我就是覺得 反正都已經拿到奧關門檻 然後就是 就覺得自己很厲害這樣 其實在這段時間其實孫老師跟一些教練 然後還有自己的就是 就是 保護員都有 就是路易治療師都有跟他講 其實我應該有時候 呃 也許其實上不能這麼的太太會驕傲 然後就叫我熟練一點 然後到今年其實 我覺得自己最大的改變就是其實 已經開始認真看待了每場比賽 就是變得沒有像之前就是這麼的輕浮這樣 然後 然後 其實其實昨天 呃 我看完俊翰 昨天我來講的那個時候 我看完俊翰 附賽的時候 欸 準決賽的時候 他獲捲國零 那個時候其實我覺得 已經很興奮 然後 我在回去的時候 就是再一次看看 就是 到時候 然後就是 在那個 在 就是 看手提出過的時候 看完俊翰拿下冠軍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其實 呃 我就覺得 呃 非常的 想到那個時候就下去比賽 就是非常的 呃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講 對 就是會很興奮的啊 其實我覺得 居然這一塊 金牌就是給我們 填進一個強行者 其實這是我比較想 就是 壯場的原因啦 因為其實我在跳二六的時候 其實有點太過於 最後一步有點太過初一 所以 其實我的右腳有點抽 然後這可能就是 因為 我前段 前段日子是比較 燙一點 所以就是 減重減下來 然後 其實在 可能在一些 呃 營養上可能沒有控制的很好 所以就是 今天可能有點 太悶 太熱 然後就是 有點抽筋這樣 所以其實 其實我 跳二六的時候 我就 感覺就是 應該好像 快到極限了 但是我還是會想要去挑戰 人家 自己的個人水槍 來